好 北部的防禦旅館 現在爆出疑似群居感染的事件 也引發了外界關注 那現在又要所謂的過年了 反國的民眾又會增加 因此高雄市長陳其邁今天也強調 我們現在要做的 就是把防禦旅館給顧好 更提出說 如果出現需要居家隔離的個案 他建議中央採一致性的做法 到集中檢疫所降低傳染的風險 那在高雄這邊的防禦旅館 他們現在要怎麼做呢 包括陳其邁說了 第一 空調 再來建物跟動線 要第一輪的全面清查 甚至1月3號之後 還會有第二輪的全面清查 農曆年即將到來 反國民眾增加 但面對變異株來勢洶洶 加上近期北部防疫旅館 又爆出疑似群聚感染事件 因此中央地方不敢大意 Omicron它的感染力 比Delta病毒增加 大概33%左右 兩個禮拜前我們就全面清查 高雄市府為了防堵疫情再爆發 防疫旅館部分包括空調 建物動線等 前兩週完成第一輪全面清查 現在將啟動第二輪 建議中央全國一致通通改到集中檢疫所 會有這個想法都是來自去年 鳳山大樓出現確診者 雖然一度引發爭議 但短時間內沒傳出延燒情況 控制得宜 還是會以人民的福利或者是人民的健康 照相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沒有集中同意的話 很容易就是引起更大規模的傳染 所謂的SOP是比較標準一次化 因為畢竟集中管理的結果 整個空調系統 整個環境的一些傾銷必然是更重要 消息一出後 民眾舉雙手贊同 疑似也表示 集中檢疫所的SOP完善 能確保落實每項規定 降低傳染風險 但最重要的是以下事項還是得做好 好不容易控制住的疫情 沒人希望再回到緊繃時期 現在都只希望透過大家齊心 能盡早恢復遺忘 平靜生活 華日新聞林婉銀秋顯雄 高雄報導